大家好,我是银枪 今天讲讲为什么中国一定要拿下台湾 作为一个中国普通人,我都认识是这样子的 除了历史、文化和心理情感等等原因之外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那就是地缘政治 地缘政治上来说,大家来看 这个台湾岛,它距离中国非常的近 如果台湾岛是属于我们敌人的势力范围 那么在上面架起一个,大家都打过红色警戒吧 就是命令以征服,或者是心理证罢 红色警戒里面有一个法国巨炮 如果在台湾岛上架起一个巨炮 它的辐射范围,火力范围是一个圆形 哇,一个圆形 轰的一声,它就能轰到上海,浙江 这个是什么 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海南岛 还有中国的南海 这么一大片的地方都会受到台湾的威胁 但是如果反过来,上面驻扎的是我们的法国巨炮 它的攻击范围和雷达探测范围是一个圆形的 它就能探测到琉球 菲律宾,北部,还有东边的这个蓝海部分 中国台湾岛的,台湾岛的东边部分 东部部分呢,是一个很好的潜艇基地 过了台湾岛,就是蓝色海洋了,蓝海 这就是美国的所谓第二岛链 这就是美国所谓的第一岛链 用这个东西想困住中国 如果中国拿下了这个台湾 然后呢,台湾海峡 就是对中国来说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安全的一个海峡 对我们的船只来说是个非常安全的一个海峡 但如果它时刻属于敌人的这个威胁之下 那么我们的军用和民用船只从这里通过的时候 也会受到威胁 然后中国最主要的这个经济发达地区都在沿海 大清天烟,青连南,什么广战北之类的 都在这个,这一带 全部,不说全部啊 绝大部分都处于台湾省的这个台湾岛的威胁之下 所以台湾岛的地理位置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它是我们的 那它是我们的一个定海神镇 如果它是敌人的 那么它就会成为捅在我们中国这个大公鸡的 这个肚子前面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匕首 所以一定要拿下它 有人说和平最最宝贵 然后台湾的有一些那个蓝营的 他们就是说要和平分治 大家和平相处 这是不对的 这是不对的 和平虽然宝贵 但是统一更宝贵 如果不能统一 那要这样的和平有什么用呢 比和平更宝贵的是生存和发展 中国的生存和发展 中华民族的崛起和这个 中华文化的复兴的最关键的一步 就是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 如果我们中国作为联合国五常 看起来已经很强大了 但是如果连自己的国土都不能实现完全统一的话 别人又怎么信服我们呢 所以我们中国一定要统一 这就是中国一定要拿下台湾岛的这个地缘政治因素 台湾有些那个呆弯 他们就认为啊 是中国共产党想要侵略 新的台湾 这是党派执政 不过这不是党派执政 我告诉你们台湾 不管中国大陆的执政党 是中国共产党 还是中国什么民主党 或者是什么中国啪啪党 中国拉拉党 中国夸齿夸齿党 中国夸齿夸齿挂了党 不管是什么党执政 中国都一定要拿下台湾 这是 这就是地缘政治 美国 比如说中国打台湾 美国来救 救一次 救两次 救三次 救四次 救五次 救六次 救七次 一直救到一百次 一千次 一万次 中国就不打了吗 那是不可能的 这就是地缘政治 不管中国大陆的统治 统治者是谁 都一定要拿下台湾 如果中国大陆不能拿下台湾 而放任台湾独立 让他法理独立了 那就说明中国大陆不行了 中国大陆如果不行 台湾的日子也不会好 而且如果台湾真的 是能实现独立了 那他一定会被日本 等周边的强国吞并 如果日本不吞并 菲律宾也想吞并他 菲律宾不想吞并 越南也想吞并他 甚至别的一些狗屁国家 也有他们的春春欲动 但是最主要的是 要防止日本 如果台湾岛和中国大陆 已经联成一体了 在政治上联成一体了 那么我们就可以 更有效的控制钓鱼岛 控制钓鱼岛 然后就可以威慑 琉球群岛的美军基地 那么美军的第一岛链 这个军事基地就没有意义了 因为在这两个地方 可以夹攻美军基地 所以冲城的美军基地 会放弃 然后会后撤到关岛 或者中途岛 夏威夷之类的地方 然后在菲律宾的美军基地 位置可以说变得更重要了 但是也手装手装其冲 如果台湾属于和中国统一了 然后南海黄岩岛建了这个扩大了造岛 然后几个方向夹击 这个菲律宾的美军基地 然后菲律宾的政治立场 会更加的导向中国 然后会更加的让美军融不下去 而美军的这个势力衰微之后 也难以在 难以在海外的基地当中 难以为继 所以说不管怎么样 第一岛链就会打碎了这一个锁 这整个链条就全碎了 然后美军就不得不撤往第二岛链 这就是一个关系到中华民族国运的一个问题 所以那些台湾的台八字说 2300万人民的力 2300万人民的意志 难道就不是民意吗 不用考虑他们的民意 如果2300万人的民意是民意 那么我们大陆14亿人的民意就不是民意 你不要跟我们比人多好不好 嗯好就这么说这么多吧 拜拜